你看他俩在这个餐厅里吃饭 一男一女啊 吃完饭之后他往外走 这女的走急点了 一脑子创玻璃门上了 哎呦创疼了 捂着头 这时候这男的过来 哎呀宝贝啊你咋子别疼啊 我给你揉揉什么 这准时还没结婚 说结婚什么样呢 创撞玻璃门上 这男的过来指着他一瞪眼 你瞎呀你不看点 就是两口 当然这个笑话有一点极端 但却把我们生活当中啊 这个婚姻状态的常态 挺大的 而且婚姻呢 它和爱情不一样在哪呢 两人相爱 可以什么条件都没有 对眼一见钟情 这就够了 所以有人说这叫爱情至上吗 它可以打破一切世俗的这种束缚 可是婚姻不行 爱情是两个人的事 婚姻却是两个家庭 甚至两个家族的事 所以婚姻里头呢 它必须要满足两个人 一种基础的需要 因为我们不是在